我们低头祷告 主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的话语 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主如果没有你的话语 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这个世上存活 我们求你 打开我们的眼睛 预备我们的心 来聆听你的话语 好使我们有你的话语 又能遵守 可以行在你的正路当中 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 因为在过往的日子里面 我们相信一个谎言 就是你的话语已经过去了 我们把你的话语用律法来包装 于是我们听到的是 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 今天求你将这个谎言打开 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律法 就是你生命的话语 你用你的话语 创造天地万物 你用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 你的话语 道成肉身 就是我们的耶稣 主耶稣 我们要重新思想 求主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道路 永不回头 我们将祷告感谢 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今天我们的题目很有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 因你们果然听从 很长 对不对 其实这句话 A cave 没有办法翻译的 甚至我们这个中文都讲不出来什么意思 但是我要从这里 跟你们一起来思想 A cave 这个字跟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 神宣布了审判 在十五节 他告诉亚当跟夏娃 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看一下 他说 这是神对蛇引诱夏娃 亚当的这位蛇所说的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个脚跟这个字叫做A cave 如果没有母婴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A cave 同样的字跟 然后这句话呢 这个字呢 又跟创世纪 我们再打开创世纪 二十五章 创世纪二十五章 当利百家肚中怀了两个孩子 这两个孩子在他的肚子里面吵架 相争他都快死了 但是神告诉他 有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于是当他生产的日子到的时候呢 果然双胞胎 先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如同皮衣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以扫的意思就是有毛的意思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脚跟 A cave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雅各 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 抓住什么 抓住以扫的脚跟 A cave 雅各出来的时候抓住以扫的脚跟 所以给他起名叫雅各 雅各呢 希伯来文叫Akov Akov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A cave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脚跟 蛇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 那个脚跟叫做A cave 雅各的名字叫做A cave 不要母音三个字都一样 那我们要从这个意思来看 为什么摩西会用这个字 他暗指什么 我们再回到生命纪第七章第十二节 他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点章 谨守遵行 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守约施慈爱 先决条件就是你们果然听从 刚刚我已经讲过 这个A cave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去听事实上他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完整的词句来解释 但是可以用意思来解释 意思是什么呢 脚跟神有应许 你可以用脚践踏 狮子跟回蛇 脚跟践踏 脚跟来践踏 思想这个字 摩西在讲什么 摩西说 你们今天真正的听从神的诫命律例典章 你们没有选择那些容易的诫命律例典章来遵守 而把一些你觉得很难的 你觉得不容易做到的 践踏在脚下 脚跟践踏在脚下 把神的话践踏在脚下 你们没有这样做 你们果然没有这样做的话 听清楚没有 如果没有听清楚 我再重复一次 摩西在讲什么 摩西说 今天如果你们果然听从神的话 而没有选择 选择简单的 我遵行 复杂的难的我不遵行 那你不遵行那些 你觉得难的 律例诫命典章的意思 就是等于你把神的话 踩在脚底下 因为你觉得他太难了 你觉得这个不合我意 于是我不要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告诉我们的是神的话语 你可以不可以挑选 说这个我要 那个我不要 可以不可以 你又看见摩西每一次在他的话语里面都告诉我们 神的一切诫命 一切 律例典章 是不是 他讲的是一切 我们记得雅各新约 雅各 耶稣的肉身兄弟讲过一句话 在所有的律法里面 就是神所说的话语里面 你如果犯了一条 就是什么 犯了重条 十戒 你说我都守 但是有一戒 你没有办法守 就是贪恋别人的东西 你贪恋土地 贪恋别人的妻子 你就算守了九条街 你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犯罪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一开始 我们首先要认识的是 神的话语 不是让我们挑选 有时候会听见 有人教导说 是的 现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但是我们还是要守神的话 可是呢 有的守 有的不守 我们还是要选择的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或许你没有 可是你可以留意 神的话是说 你要全部遵行 你要全部遵行 摩西说 你们果然听从 遵行神一切的话 没有只挑容易的行 而把有的神的话 踩在脚底下的话 那么耶和华 你的神 他就必 必一定 照他向你的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应许的 所起的事 神起事 这个应许 是有神的誓言在里面 他会不会反悔 绝对不会 我们上个礼拜讲 他的应许 是跟后裔 跟土地有关系的 是不是 你要记得 这个应许 是跟他的后裔 跟他的土地有关系的 他这个应许 是在亚伯拉罕 根本还没有儿子的时候给的 一直等 神很有耐心 等了几百年 后裔有了 是时候了 他要带他们进入那块地 你如果仔细的 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思想 我们一开始在讲 生命记的时候 不停的提 不停的提 不是我提 是摩西不停的提 你都可以 不用去思想 你就明白他在讲什么 后裔有了 神 因着他的应许 带着百姓要进入这块地 他们要在这块应许地居住 是有条件 神赐给他们这块地 这个应许 是有条件 唯一的一个条件 就是什么 这些后裔 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后裔 他们必须遵循 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必须要遵循他的律例 诫命典章 他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 今天很感恩 今天看到七位可爱的弟兄 站在这里读神的话语 相信未来的日子 有一天你们可以读 希伯来文的拓拉 但是当你们在读的时候 下面在听的人 有仔细用心去看的话 你能够说 这些话语 神借着摩西 告诉以色列百姓的这些话语 是与我们无关的吗 还是说这些话语 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律法 是不好的 你如果真的去读摩西所讲的这些话的话 你不会觉得这些话语 实在是太美好了吗 你不会觉得这些话语 好像一位父亲 为父的心肠 在对着他的儿女 叮咛他们 你们要如何生活 你们要如何跟随我的话语 你们就可以存活 他所教导的句句都与我们有益的 句句都与以色列百姓 那些立约的百姓有益的 你同意不同意 你仔细的去看 如果你觉得还不明白的话 我劝你这个礼拜 花时间 至少你从圣面记第一章 读到第十一章 试试看 怀着一个心说 被称为律法的这些话语 是如何的不好 是我们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了 你去看 到底这句话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那摩西站在这里 以色列百姓将要进入 神所应许的那块美地 他不能去 摩西不能进去 但是他一直称那一块地是什么 美地 美好的地 他说你们要进去 要承接这一块地 可是你要记得 你们一定要记得 这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 你们在那一块地上 你们一定要听从 我吩咐你们的神所说的一切话 不要把神的话语践踏在脚下 那么神所命定的福就要赐给你们了 所以他就立了很多的福 他说他必守约施慈爱 他必爱你赐福给你 使你的人数增多 也必 我常常提醒你们要抓住那个必字 神一定一定一定 在他向你列祖 岂是应许给你的地上 赐福与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并你的五股心酒和油 以及牛肚羊羔 我问你们 这些福气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 是物质 他应许你遵行他的话语 你在他指定的地上生活的时候 这些物质的一切都要给你 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敢去这样想 于是我们就把这些话语 套成属灵的 可是神的话不是这么说 他说的是物质的 你要记得 他是不是创造天地万物啊 他是不是预备好了 这个居住的环境之后 才造人的呢 是不是 当他造了人之后 他把人摆在他所预备好的地方 他所造的一切 他都说好 非常好 是不是 他说好的东西是不是物质的 是不是眼睛可见的 是 是 这位父亲 他是不是父亲 凡属他的 与他立约的 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 称他叫 阿爸 阿爸 阿爸父 是父亲 这位父亲为他的儿女 预备了这一切的丰盛 但是这一切的丰盛 他完全无条件的赐给你们之先 他先教导他的百姓 好使他的百姓能够行在神的话语当中 今天要提醒你们回想一下 他起初在创造的时候 有没有东西 天地混沌 是不是 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但是什么使这些可见的物质开始出现 神的话 他说有就有 他说有光就有光 是不是 他说天上的水跟地上的水分开就分开 都是凭着他的话 话语带来生命 神的创造是话语 话语带来生命 这个话语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道 叫做道 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老约翰所说的 太初有话语 有道 道与神同在 他说这个道是谁 就是神 然后很惊人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 他说什么 这个道成了肉身 道 神的话成了肉身 从中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当中 神的话 神的道 今天我们在读这些话语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道 这些话语 是会带来生命的 所以当我们在看摩西在讲的话 其实不难懂 他说你们只要遵行他的话 因为他的话怎么样 会带来生命 会有创造力 你要遵行 你要去遵行 如果你忘记了 你还是不明白 我今天只要求你记住这一句话 要遵行他的话 没得商量 当你遵行他的话 他的道的时候 他说这些福都要赐给你 他不仅赐给你 他意思是什么 这些福气都在后面追你 追你 那你今天说 没有啊 我没有这些福气 我就要邀请你 思想一件事 就是 到底是神的话有问题 还是你有选择性的 听他的话 还是你有选择性的 这句话很严重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今天的题目的开始 有选择性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把神 有些话语 践踏在你的脚下 你就不能跟他讲说 你不是应许我 必必必必必 必给我这些福吗 你没有任何立场 可以跟他讲这句话 他预备要给你的 等候要给你的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行他的话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祷告 就是 不是你的话难行 是我的心 老是被一些其他的事情 给带走 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那一段时间 里面是非常的纯真的 干净的 没有任何其他意念 有没有 神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可是当那个蛇来试探的时候 带进了一些 不是在神给他们的范围里面的东西 他们就开始进入了悲惨命运 我只能称他叫做悲惨命运 人类悲惨命运的开始 就是别的东西进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的命运真的是没有路走 今天要告诉大家 神借着摩西 或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伊萨雅各 借着以色列百姓 借着他们的出埃及 借着要把他们带进那个应许地 再告诉所有他所造的人 你们要回来 是可以回到原来他创造亚当时候的那个状态的 是可以的 所有的这一切就是细于一句话 就是遵行他的话语 谨守遵行他的话语 我想要鼓励大家的就是 我们不能跟神讲很难 但是你可以祷告 因为你所说的话 你所说你从你口中所说的话 你都要我做的话 你要给我力量 帮助我 使我从心里面愿意来遵行 今天摩西从第七章一直到十一章 他提现在 他提过去 他提未来 在圣命纪里面 你会发现 他总是提到过去 提到现在 提到未来 但是这些过去 现在未来都细于一件事情 就是你 要不要谨守遵行 他的话语 经历神 你真的去经历他 你的过去经历他 不管好的坏的 你去经历他 你现在就做一个决定 你继续经历他 所以你在未来的日子 你还可以继续来经历他 在他的保护之下 这是摩西在讲的 我们看见说 如果你不能从你的经历当中 真正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 意思就是 在过去 以色列百姓失败在哪里 失败在 没有把神的话当作话 没有真正相信神的话 是不是 他们没有相信 他们不信神的话 抱怨 发怨言 所以摩西 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提醒他们 他提醒他们 你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你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神照顾你们 如同做大把的在照顾儿子 这样的照顾你们 但是你们是一群 硬着景象百姓 他是不是这样讲他们 你们是一群 硬着景象的百姓 从我认识你们 我觉得蛮悲伤的 第九章的第24节 摩西说什么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背逆 耶和华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背逆 耶和华 从一开始 不管神做了什么事情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一转眼就忘记他 你一转眼就开始抱怨 是不是 所以在你眼前 你抓住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的不满足 就是你的不幸 就是你的心里面的那些怨言 你对于神所做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放在你的心上 我们要从以色列百姓的 错误当中警醒 从他们所犯的错误当中 提醒你 因为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 你不能讲说 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对不起 你以为你是谁 你是用耶稣的宝血 与他立了约 进入以色列进入以色列家的 这些话语 跟你跟我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所以摩西说 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 就是你们要听从他的话语 你们要谨受遵行他的话语 重复又重复 重复又重复 你们要爱他 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的 侍奉他 现在 他告诉这些百姓 我现在 带你们来到了约旦河东 在门槛上了 你们要进去了 你们现在要进去了 神必定带你们进去 一定会带你们进去 一定会带你们去 得地为业 但是你们呢 一定要记得 你要听他的话 就算是在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跟敌人打仗的时候 你们眼睛不可以顾惜 你要将他们除灭 你眼不可以顾惜 不要觉得可惜啊 看人可惜 看东西可惜 他说你要是可惜这些东西 是神定义要将他们除灭的 这些人跟物的话 会成为你的网罗 因为他知道以色列百姓 其实不要讲以色列百姓 我们扩大来讲 是不是人 人是不是常常会可惜一些东西 你在信主之前一定有一些 很多的东西 是不是 因为你不管你是拜什么偶像的 不管你是拜这个拜那个的 你会很真诚的去 这个宗教里面 然后你在这个宗教里面 你会买很多的东西 在日本特别 是不是 你买了这些东西就在你家里 但是你现在 你信了神 你信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唯一的真神 其他都是偶像 偶像在希伯来文里面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虚无虚空 你过去是拜那个虚空虚无的 不是神的 但是你有很多 跟他有关系的东西在你家里 第一件事情 他说你眼睛不可以顾惜 可是这个很贵 你花了好多钱买的 太可惜了 或是我把它送给 人就在拜的人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看见摩西 怎么告诉他们 这些东西 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 是在红海那边在埃及地的那些东西 你全部要怎么样 除灭 你全部要烧掉 一点都不可以留 不管他价值有多高 没有价值 你全部要除掉 不可以留一点东西在你的家里 当然他跟以色列百姓的讲是 你进去以后 你要先除掉他们一切的偶像 不可以顾惜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偷偷顾惜的 神不知道吗 神知道 于是就影响了整个的以色列百姓 整个的国家 今天我们的思想 我们在讲妥拉的时候 一定要跟你的生命连接起来 如果你的家里 仍旧有 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前 相信主耶稣之前 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 在你家里的话 我要奉劝你们 你眼睛不可以顾惜 你一定要除灭 你一定要除灭 这是与你有关的 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要求神赐福给你吗 是不是 你不是一直想要人家为你祷告 让神能够赐福给你吗 是不是 你不是一直祷告 让神赐给你健康的身体 不是吗 赐给你哼痛的道路 是不是 他要给你 他听祷告的 可是你的生命里面 有多少的东西是他所 圣经告诉我们 是他证悟的 是他证悟的 这些东西 人就阻隔着你 领受神的祝福 你要领受神的祝福 这些东西阻隔在那里 你自己选择 这摩西在告诉以色列百姓 你一定要除掉 你一定要除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告诉他们 你是属神的百姓 当你在打仗的时候 你绝对不可以说 哇 他们好高大 他们好强盛 你绝对不可以说 他们的城 非常的坚固 40年前 有一批人 已经这么讲过了 38年前 不是40年前 38年前 有一批人 已经这么讲过了 现在来到了这个 40年的门槛 可以进去 夺地为业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迦南地的人 跟他们的城墙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人就是那一群巨人 人就是那个高的坚固城 可是摩西 严严地告诉他们 你们绝对不可以害怕 你们绝对不可以退后 我现在在讲 因着过去的经历 来鼓励 现在你们不可以 属神的百姓 你跟这位永生神 立约的百姓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一个 宗教任何的一个邪灵 或是任何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在他面前害怕转身的 明白吗 没有一样东西 允许你害怕转身的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我记得我在这里 已经讲过很多次 你绝对不可以害怕转身 你要使他得荣耀 你要使神得荣耀 明白吗 你不可以转身退后 摩西当他没有尊荣神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进入应许地 他是神的仆人 可是他就得不着 我今天是要告诉所有在听的每一位 真的是从心里面盼望 渴望神赐福给你 让你的生命能够 这是如他所说的 在物质上大大赐福给你的 甚至于在你的家庭上 大大赐福给你的 在你的事业工作上 大大赐福给你的 在你的身体健康上 大大赐福给你的 你要听进去 你要听进去 除非你不在意 那么不在意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怪神 神已经把这个道路告诉你 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生命里面 接着今天这个经文 我们要学习的是 第一个网罗 第一个网罗 就是你要除掉一切偶像 除掉一切不讨神喜悦的 神看为证悟的东西 第二个网罗 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说神带你们进去之后 你们所得到的一切 都不是你们自己 牢里得来的 都是神在前面 为你们征战 赐给你们的 是的 你有拿着刀枪上去征战 但是能够把敌人打退的只有神 于是你就承接了当地留下来的这些物质 于是你就有了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就有葡萄树 可以享受他所应许给你的 久而久之 你就忘记了 心里面会怎么样 会骄傲 第二个网罗 就是你会心高气傲 他你会认为说 这是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 凭着我的力量 我得这个货彩的 摩西先教一把冷水给这些以色列百姓 事先就先教你们一把冷水 不是的 若不是神赐福给你们 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一些 你只能什么 谦卑 承认他是神 所以为什么神在旷野四十年在训练你们 使你们只吃玛纳 只喝磐石出来的水 玛纳每一天从天上降下来 是谁降下来的 是神是不是 磐石怎么能够出水呢 岂不是就是神的能力使他流出水来吗 四十年 他说神在试炼你们 试验你们 好像让你们随时都是饥饿的状态 随时都是不够的状态 可是都有鱼 玛纳有没有停过 没有停过 甚至安息日是不是双份的 是 水有没有停过 没有 继续留下来给他们喝 是不是 摩西还讲说 你们的衣服有没有穿破 没有 衣服鞋子都没有破 怎么可能四十年走在旷野 你们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 石头多不多 来来回回走一年好了 鞋子一定破 肯定破的 怎么会不破呢 这是不是神迹 是什么 在神的荣光之下 这一群百姓在地如同在天 神的荣光之下 他们说每一天早晨 他就更新了 更新了你的衣服 更新了你的鞋子 整整四十年 你依靠的是谁 依靠的就是神 所以摩西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神要告诉你们 乃是靠什么 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还是回到他的话 就是依靠他的话 所以为什么要举手遵行他的话 因为只有他的话 才能够使你得生命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当他带你们进去以后 好像玛纳就停止了 我们记得在约束雅记 玛纳就停止了 而且他说这块地有山有水 你要喝水供应你 你在埃及的时候 你要灌溉 埃及只有一条河 尼罗河 所以你必须要踩 踩水车 把这水灼起来 然后灌溉 但是在应许地呢 你的神按时候 秋天春天下雨 以色列人说 你就是在家里睡觉 你什么都不用做 神浇灌 浇灌你的田地 浇灌你的果园果树 好不好 非常的好 神为你预备的是美地 摩西说是美地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 可是 不要成为你的网罗 你要常常感恩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教导 我们要谢恩 是不是 我们感恩 我们在吃饭前感恩 但是我们常常祷告 求神洁净饭食 就是让我们吃得身体健康 还要洁净 可是以色列人不是饭前祷告 他们是饭后 饭后摸摸肚子 哎呀感谢主 你吃给我们这么丰盛的食物 让我吃得饱足 饭后感恩 而不是摸摸嘴 吃过了站起来就走了 不是 他放后感恩 很有道理 摩西说你们一定要感恩 神顾念你们 这一切的一切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都要倚靠神 神是你唯一的倚靠 他是谁 他是父亲 他是阿爸父 你们是谁 你们是他的孩子 儿子 神照顾你们 如同人 照养 他的儿子一样 我今天 用很简短的时间 要来提醒大家 我们所依靠的 就是神 你不要以为是你 千万不要以为是你 是的 你是要去上班 你需要去读书 没错 可是如果他没有给你健康的身体 你能做这一些吗 不能 你生病了你就知道 你就躺在家里了 是不是 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你一切都要依靠他 要不要感恩 当然要感恩 是不是 要感恩 谁给你的 阿爸父 我们有一个天上的阿爸父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圣灵在我们里面 跟我们同正 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 你今天有怀疑吗 你如果有怀疑 你再去读圣经 你要相信 你去回想你的过去 他是不是在看顾你 是不是为你预备一切你所需的 某某两性 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充满感恩 我们要充满感恩 摩西说 你们要明白 你的阿爸父 把我们聚集在一起 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神的家庭在地上 很大的一个家庭一样 他看顾的 这个家庭里面有家规的 他告诉你 你们要这么行 你们要这么做 他都有指示你的 免得你们受骗 免得你们落到网罗里去 你要照着神道话来行 他说在这个家里面 你一切所需要的 丰丰富富的 我都预备好 我都给你们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流落到外面去 你们不要如同那个浪子一样 外面比较好 带着家产就出去了 没过几年 就什么都花光了 回来 你是神家中的孩子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你有阿爸父 今天阿爸父 一样的呼召我们 你要相信他 你要依靠他 你不要靠着你自己 你得获采的力量不是你 绝对不是你 虽然你从学校毕业 或是说你在一个大公司 你们有好的收入 都不是靠你 都是靠神 明白吗 都是他给你的 因为你是他的宝贝 因为你是他的宝贝 我们今天的限制书告诉我们 妇人 也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机会有忘记的怎么样 我却不忘记你 弟兄姐妹们 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敬畏他 敬畏他 你知道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吗 敬畏神的意思不是说 我害怕我犯罪他要惩罚我 这个不是敬畏 这个叫害怕 这不是敬畏 敬畏的意思是 英文叫fear 也是一个怕 怕什么 怕我跟他的亲密关系不再有了 这是你要怕的 你要怕什么 你敬畏他的意思就是 主啊 不要使我跟你的那个关系断开了 不要使我接近不到你 不要使我不能回家 如果你真的敬畏他 你真的害怕这个关系断开的话 那么你就要照他所说的话去行 你知道吗 你要照他所说的话去行 这个叫敬畏神 所以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就是敬畏他 就是敬畏他 你可以享受一切物质 在神的爱当中 他给你的 他要带你进入应许地的 今天我用这个 圣命记十一章第八第九节 来做一个结束 他说 所以你们要守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祭命 一切 有没有是一切 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 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 耶和华向你们列祖 启示应许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的什么 地上得以长久 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圣经不难懂 神的话语不难懂 但是你需要定义遵行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 就是你要遵行他一切的话语 一切的话语 如果这个话语是道成了肉身 你要拥抱耶稣全部 还是只有一部分 当然要全部 是不是 你要跟随耶稣是一部分 还是全部 当然是要全部 是不是 你要全部跟随耶稣 全部 你不要把他分开 神的话语 神的界面律律点赞 你不要把他跟耶稣分开 你要用等号 你要爱耶稣 是不是要尽心尽现尽力尽力的爱他 你要爱他 他是神 然后你要爱他的话语 这就是今天摩西 白发苍苍 苦口婆心 有没有眼泪汪汪 或许 来劝告这群百姓 你们要听 你们一定要听 你们一定要听 他要把那个美帝赐给你们 你们要听 今天我们最后 我们用一首诗歌来默想一下 好不好 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 大家很熟 我们只是默想 我们相信以后 在我们神给我们的宴许地 我们可以更长的来敬拜祂 但是我们在这里 短短的一点时间 我们来思想 这个诗歌 好不好 福人的梦 我忘记这之爱的遗憾 我有忘记 我却不忘记 不忍也难忘记它 之爱的遗憾 我有忘记 我却不忘记你 不忍也难忘记它 之爱的遗憾 我有忘记 我却不忘记 不忍也难忘记它 之爱的遗憾 我又忘记 我却不忘记你 看到我这里 灵魂在我站上 你的墙远程 在我眼前 看到我将你立刻 在我墙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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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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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们 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虽然信了耶稣 虽然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行走 你行走在这个道路上 你还是觉得 你像孤儿一样的 今天求神 求阿爸父神 来触摸你的心 让你知道 他没有忘记你 你是属他的儿女 你是他宝贝的孩子 他爱你 他爱你 亲爱的孩子们 他说 你要回来 你要回家 让我来爱你 让我来爱你 是的 妇人 不会忘记 他吃奶的婴爱 即我有忘记的 阿爸父绝对 不会忘记我们 不管我们处在 什么样的光景 你不要以为说 你在犯罪当中 或是说 你没有遵行 他的话语 你远远的在 在另外一边 今天 他给你一个机会 向你呼召 回来 回到家中 你是他的孩子 他不会忘记你 你的名字 刻在他的帐上 他常常纪念着你 他如同那个 浪子的父亲一样 常常在家门口 在等候 在呼召 他在望 盼望 翘望着 他的孩子能够回来 你们要回来 你们要回家 他爱你 他爱你 你要急速的回来 归回 归回 你说我虽然回来了 可是你知道 你的话语 很多还是做不到的 那么我现在 为你祷告 为你祷告 就是阿爸父 你将你所应许的圣灵 已经赐在我们 每一个人信中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 来教导我们 来对我们说话 主啊 让我们心里面 首先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责备自己 于是 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的阿爸父神 知道你是充满 慈爱怜悯的神 主我们要认识的是 你的慈爱 我们要认识的是 你的怜悯 今天你的慈爱 你的怜悯 要大大的再一次的 浇灌在我们当中 主要大大的浇灌下来 你的百姓 你的孩子需要你 阿爸父 阿爸父 我们需要你 这是求主你的安慰 亲自再一次的 赐下你的安慰 从今天开始 让你的儿女 能够应着你的帮助 应着你的应许 给我们的圣灵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能够行出 你一切的话来 主我们拥抱耶稣 我们拥抱主耶稣 我们拥抱他的全部 我们要他的全部 要他住在我们里面 好使我们能够住在 他的里面 阿爸父 求主你今天 真的是给我们 真的是 看见你 施恩的凭据 在我们当中 主今天 让我们真的是 每一个人 大大的领受 领受你施恩的凭据 好使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能够带着 满满的 从父来的爱 开始行走 你要我们行走的道路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爱 长阔高深 你的爱 不离不弃 你从不撇下 你也不离开我们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继续 继续带领我们 谢谢阿爸父神 你要赐福 你等着赐福给我们 挪走那些一切拦阻 在我们跟你之间的 任何的绊脚石 任何的网罗 完全的砍掉 所有的网罗 完全的砍掉 主这些网罗 不能够再挟制我们 主啊 如果是同门 或是铁栓 你今天就要打破 跟砍断 主啊 让我们能够 真的是 拥抱你 拥抱你 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 你所应许的福气 我们都要 在地上的 在天上的 我们全部都要 主帮助我们 遵行你一切的话语 谢谢主耶稣 谢谢阿爸父 谢谢阿爸父 让我们一起来呼喊 阿爸父啊 阿爸父啊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他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主 赞美主 对他说话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谢谢主 圣灵继续在坐在我们里面 更深的坐在我们的里面 主 这一群宝贝的孩子 是你寻回来的 你一个都不放弃 你一个都不撇下 你要拥抱每一个人 哈雷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你 谢谢主 哈雷路亚 赞美主